这位高雄市有一对电缆霜道 他们专偷偏远山区停业工厂电缆线 剪断这电缆线之后还一度造成附近路灯停电 也影响到了住户的安全 警方在他们住所搜索的时候呢 搜出了重达70公斤的电缆线 当时嫌犯原本就要想把这个偷来的铜线 变卖拿去买毒品 没想到正要出门时就被警方带个正着 画面中两名男子在专要工厂旁鬼鬼祟祟 他们就是专偷停业工厂电缆线的电缆双道 偷得的电缆线得手后立刻扒掉外皮拿去变卖 目前铜家大概有上涨的一个现象 那歹徒都先去把这个电缆线剪掉之后 再剥取这个铜制的这个裸线 然后就纯筒拿去资源回收场去变卖的话 这样子卖的价格比较高 20号凌晨两名嫌犯正好要外出 一开门就预见埋伏已久的远景 警方在嫌犯的住所搜出重达70公斤的电缆线 全都已经扒掉外皮 准备大赚一笔石被警方打个阵脚 都是选定这个平时比较地处偏远 而等待复工的这工厂 作为这个行线的目标 然后利用这个大型的这个铁锦 把这个供应电源线的这个电线 电缆线剪掉 有切掉和毒品前科的两名嫌犯 专挑偏远山区的停业工厂下手 还一度造成附近路灯停电影响居民安全 嫌犯原本打算变卖铜线买毒品 现在只能进警局吃老饭 中天新闻学会文梁嘉文高雄报道